愛上我愛你 青年黨功大喊我愛你 賴清的笑容藏不住 回首致謝 還把Triss上的發文 頒上感恩餐會 再說一遍 直接點名小英總統跟你比起來 我已經贏在起跑點 因為我的副總統比你的好 幽默發文望有笑說 是賴清的這輩子最幽默的一次 狠起來連自己都嗆 擴大社群平台 要想辦法挽回青年選票 知道為何年輕人 偷科不偷賴 挺科的手頭組職業藍綠都有問題 而根據民眾黨規劃 將在北中南舉辦 阿伯森友會卸票 大家自帶還寶貝 科文哲會舉杯感謝 象徵灌溉小草 種種博取年輕認同的做法 都讓綠營倍感壓力 民進黨發言人卓冠廷 秀出年輕時的照片 標示十六歲的孩子 拿著民眾黨黨證 家長很擔心 但絕不能把年輕人支持 民眾黨當成邪教 把很多支持 科文哲的科粉們 把他打成是邪教的支持者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並不會得到年輕人支持 只是把這些年輕人推得更遠 也讓他們更封閉 不要因為我們曾經年輕過 而現在長大了 然後就開始對他們的不諒解 民間黨青年部 不排除辦傾聽青年活動 瞭解心聲外 台中市主委李天生 已經喊出 二零二六將大舉栽培 年輕人參選里長 透過調整策略 要找回過去年輕世代 支持動力 山水里戰鬥出軍 太不保證